夫妻新婚一年未生育 丈夫却发现妻子肚子上有道伤疤 两人因此产生近人危机 究竟这段感情还能维持下去吗 男人名叫江成禄 2019年通过没人介绍认识妻子林霄丽 经过两个月的相处 江成禄给了林霄丽加28万元的彩礼后 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 新婚之夜 江成禄无意间发现妻子肚子上有妊娠纹和一道伤疤 像极了剖腹产后留下的痕迹 可两人认识之前 林霄丽并没有提及过自己有过婚事 更没有说到有关怀孕的事情 对于伤疤的由来 也是遮遮掩掩掩不肯说实话 对于妻子的隐瞒 江成禄很不理解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 可是林霄丽却把自己当成傻子去骗 在江成禄的再三追问下 林霄丽这才肯说出实话 她承认自己曾经怀过瘾 但是都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她把这一切归结于当时年少无知 所以才一时冲动犯下了错 林霄丽的一番话 犹如晴天霹雳露震惊的江成禄 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散尽家财 在外欠款三十万取代的妻子 居然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面对江成禄的指责 林霄丽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私迷事 既然江成禄当初没问 那自己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提 不管怎样 现在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 身为丈夫就应该原谅自己 而不是一时纠置这件事情不放 林霄丽的过去 已经成为了江成禄心中一根拔不掉的字 可之后江成禄说的话 更是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对于自己曾经订过婚这件事 林霄丽一直不肯承认 甚至还在狡辩 林霄丽到底隐瞒了多少事情 谁都不知道 直到现在 林霄丽还是不愿意坦白一切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连一句道歉都不曾说过 只是一味的指责江成禄不懂得原谅自己 有些矛盾可以调解 可有些伤疤却难以愈合 江成禄的家庭本就不富裕 为了让儿子结婚 江成禄年迈的父亲 更是拼了命的打工赚钱 谁又能想到 娶回来的媳妇却是如此不奖励 世俗的眼光 旁人的非议 变成了江成禄心中的压力 他觉得自己的脸面都丢光了 事已至此 江成禄希望两个人能够好聚好散 他只希望林萧丽 能够退还自己15万元的礼金 可是林萧丽明知道江成禄的家庭状况不好 作为过错方 他最多只愿意还5万元 没办法 江成禄只好再做退步 最低底线就是13万 可这时候 林萧丽选择闭眼 不做任何回应 如果最终 双方不能够协商成功的话 江成禄则会选择走司法程序 但是毕竟 共同相处了一年 相信这一幕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 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张不止 我们下期再见